彰化县二林镇不仅是台湾葡萄重要的产地之一 当地的酿酒技术也相当的出名 如今更是全台合法酒庄密度最高的一个县市 酒庄大多是坐落在斗远路的两侧 因此是形成了重要的产业聚落 而现在小镇观光也多了一点科技味 透过整合地方资源 架设无线AP 提供公共免费WiFi的服务 同时也导入了行动支付 并且开发专属导览的APP 再结合全通路O2O等等 让偏乡也能够数位普及 也因为有了资讯和行动化科技的应用 让更多人知道二林地区的特色酒庄 能够结合酒庄聚落深度旅游 也创造出更多的地方商机 那我们二林酿酒的话 都是以黑豪葡萄下去酿比较居多 那这一排的话是我们的金香葡萄 我们就是酿拿来酿摆葡萄酒 走过山旁满满葡萄藤 带了点异国风情 还以为身处在欧洲酒庄 但其实这是在台湾 彰化二林 不仅擅产葡萄 酿酒也相当出名 大片葡萄园纵落于二林 斗院路旁 这里有酒庄一条街的美名 不仅是全台合法酒庄密度最高的地区 也形成重要的产业群聚 而辉别以往的小镇观光 只靠口耳相传来行销 整个街区自从导入无线AP分享气候 可以免费提供公共WiFi 来旅游也多了点科技味 二林小吃 二林小吃有肉圆 在二林的台湾酒窖 是整个斗院休闲农业区的服务处 这里架起了互动室电子看板 集结当地21家厂商 包括食 衣住行 娱乐讯息 游客都可以透过AI语音问答 来了解资讯 在二林的文化当中 它里面有胡桃 桥麦跟艺人 这三样的文化 那我们希望能够结合 当地的这些特色跟文化的特产 透过这个整个数位宽品 我们在做这个建制 然后来整合 包括二林特产 特色酒庄 住宿资讯都能一次掌握 也搭载专属APP 合作厂商都可以在上头 推播自家产品讯息 连上官网 脸书粉丝团 甚至到航制附近景点 另外再导入行动支付 结合全通入O2O 让偏箱也能数位普及 这个计划导入之后 它是比较属于现代 一个科技的一个行动装置 那对我们这边的商家来讲的话 也算是比较跟着上 这种现代的潮流 那就是可以改变他们的现金支付 对那对他们的游客 他们来到这边的话 就是会比较方便 对那也可以促进我们 农特产品的一个行销 那算是可以带我们 替我们20带来一个新的契机 新的契机还有结合AR科技 想到附近更多特色酒庄光一圈 打开AR地图 就能直接帮你导览位置距离 每间合作酒庄 还可以玩AR 拍照留念 参加景点活动 20近来也有不少二代青年返家 接下酒庄事业 像是71年次的张老板 就结合数位行销 及崭新观光工厂的模式 开启事业 另一片田 第一点通路变多了 第二点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附近的酒庄 集结起来就是一股力量 我们辅导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来客量变多了 然后呢 曝光度也变比较高一点 然后多一点东西 可以让自己来这边来的游客 不会那么无聊 张老板的酒庄可以亲自接触酒 从葡萄原料到发酵 酿制的过程 有了数位行销以后 它能将更多资讯放上网路曝光 吸引更多客群 而当然不止年轻人 愿意接受科技的整合行销方式 在地经营长达20年的料老板 也相当有感 我觉得说它提供了一些额外的服务 就是这种资讯的一些服务 它可以 来到我们这边的话 它可不可以不用担心说 这种上网的时间嘛 它就可以长时间久去了解 就是包括我这边的景点 还有旧地这附近的一些景点 就是说来这边参观完之后 我下一个清晨呢 我可以到哪个地方 甚至晚上我去那边吃东西 或者是住宿的地方 都可以利用这个APP 这个这样上网的方式去找得到 料老板的酒庄有一大特色 就是由它一手打造的绿战道 成为游客必来拍照打卡热点 但其实整个20斗月路 还有相当多特色的酒庄 像是鸡鸭鹅与葡萄园共生的永丰果园 以及得过不少酿酒大奖的 红群鼎酒庄 丙森酒庄也都是产业群聚的一员 二宁地区的变成一个葡萄酒的一个巨网 酒庄的一个巨网 当然二宁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所以说要是游客来 不单有刚刚讲的这些葡萄酒 体验葡萄酒的亮照 还是说要去做柴果乐 包括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小吃 包括我们二宁有很出名的 我们的编续M1 还有这边也是养鸡 淡鸡的重症 所以我们这边有地基金的一个产业 是非常的发达 资讯与巡东化科技应用 让更多人知道 二宁地区特色酒庄 也结合酒庄聚落深度旅游 创造出地方商机 让游客为师沉醉在二宁